左近郎 弟兄 千非 大家平安 感謝神 讓我們在安息日 一起在慧堂聚會 禁拜神 今天要在以聖經裡頭 羅關慧神建造的聖殿 將聖經裡頭所記載有關聖殿一切的歷史 我們透過查考來明白 因為從以色列人走礦野路的時候 這大概距離現在三千五百年以前 我們後期帶領著百姓來到西南山 摩西上了山但是百姓在山裡下 神頒布的律法要百姓遵守 但是百姓們卻在山底下收集金子銀子鑄造了扭堵 所以神為了要讓百姓在生活中有神與他們同在 也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來建立純正的信仰 所以神透過摩西來要求指示要建造櫃墓 這是移動式的聖殿 這是神主動要求 所以神要百姓甘心樂意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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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選造了許多有智慧被聖靈充滿的人來建造會墓 目的都是要讓他們共同來參與 一直到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 會墓都還一直存在 會墓都還一直存在 甚至以後造了約櫃 這個約櫃就放在會墓裡頭 過了四次時代 後來以色列人要求要有一個國王來管理 第一個王是扫羅 當時候還是抬著聖殿 約櫃 會墓還是移動式的 沒有固定的地方 那第二個王是大衛 大衛就心裡頭有這樣的思考 他心裡面就想 我一定要為神來建造聖殿 可是大衛雖然這樣想要建造聖殿 可是神並沒有答應讓他來建造 大衛算是第一個想到要為神建造聖殿的人 可是神為什麼沒有答應呢 而這段歷史又被記錄在聖經裡面 或許我們也可以來了解一下 那相關的這些記載 還有在薩摩爾記下的第七章 還有在歷代至上十七章 歷代至上 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 也都有這些記載 這些相關的經節都是在講 大衛想要為神建造聖殿的人 我們就先來看 薩摩爾記下的第七章 來看大衛想要為神建造聖殿的理由 大衛想要為神建造聖殿的人 歷代至上十七章 來各位請 薩摩爾記下第七章 第一節開始 我來念 我來念 我們可以看這一段的記載 我來念 薩摩爾記下七章第一節 王住在自己的宮中 耶和華使他安靜 不被視為仇敵老亂 這裡講到的第一個 大衛想要建造聖殿的理由 那今天你的禮物 要來大衛國民見到 將聖殿的人 因為大衛當王以後 神讓他的國家開始安定 並且以後大衛也統一了所有的這些支派 那這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神 讓他 他不受外國的這些仇敵人來騷擾他們 他們當時最主要的仇敵就是菲利士人 他們當時最主要的仇敵就是菲利士人 一直到扫羅的時代 還不斷地在戰爭 還不斷地在戰爭 但是當到大衛當王以後 還不斷到什麼的大衛 因為大衛是和神心意的王 在之前他也不斷地以敬畏神的心 按照神的律法來教導 也管理他的百姓 所以以色列國到大衛的時代開始強盛起來 那強盛的結果就是國家太平生活穩定 那國王自己住在王宮當中 他就想到 我住在香伯木的王宮 因為到第二節 這是國王大衛王對拿丹先知講的話 我可以住在香伯木的王宮裡面 但是神的月櫃卻還在曼子裡 這個曼子就是帳墓 不然本來 合內櫃卻還在神伯班 對 大家會想到 我自己有安定 漂亮、舒服的地方居住 如果神伯木是一個種 也比 太少了 不然我個頭 忍過了 如果 你能夠來得到什麼 可是月櫃卻沒有一個 安定、固定的地方 這也是大衛想要建造聖殿的第二個理由 那第三個理由 因為拿丹先知第三節 拿丹先知就對國王講 你這樣的想法很好 所以按照你的心來為耶和華建造聖殿 而且因為耶和華要與你同仗 因為拿丹是一個先知 所以當大衛有這樣想法的時候 他找拿丹先知來談這個事情 他沒有說我要建造 他就自己下令 來把這個皇宮 把這個聖殿建造起來 看到他是尊重神的 所以找神的先知來談 建造聖殿的事 當然先知也認同 贊成這個事 所以拿丹先知同意他建造聖殿 那再一件事情就是 大衛他對很多的人 就是他的國家的這些 一些領導者就把他們聚集起來 就宣布這個事 所以他自己有這樣的意念 得到先知的支持 他也希望獲得全國百姓的支持 這是我們從這段 第七章的這一段裡頭 看到大衛想要建造聖殿的理由 那我們也從這段來思考幾件事情 看到大衛想要建造聖殿的理由 可以讓我們思考 我們剛剛講到的第一點 我們剛剛講到的第一點 因為神讓大衛的國 讓他的王位 可以穩定百姓安定生活 所以他想要建造聖殿 那因為這時候建造的聖殿 就是固定的不用再移來移去 所以他也希望敬拜神的地方可以安定下來的 那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那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因為國家的安定百姓穩定的生活 這是神的看顧神的恩典 既然得到神這樣的恩典 難道不用來建立信仰嗎 這是我們要思考的第一個部分 那對我們現在的信仰來說 過去我們沒有信耶穌 可能我們還不認識真神 也可能是我們還沒有找到真神 因為我常常遇到一些信徒 他在人生當中在找神 一直到有人傳福音給他 透過聖經道理的見證 還有他自己祷告的體驗 於是認識了主耶穌基督 而且就在真理跟生活的體驗中找到了真神 在找神的當中 常常是因為生活的不安定 在找神的當中 常常是因為生活的不安定 很多生活的不安定 很多生活上的操練 也沒辦法按定的生活 有時候是心靈不平安 有時候是心靈不平安 就像有一些人被魔鬼工作 所以心靈沒有平安 他就必須要找神 一直聽到福音認識了主耶穌基督 自從認識耶穌以後 生活才安定下來 因此他們在目道 在尋找神的過程 有時候非常辛苦 但是看到人在尋找神的過程 雖然是很辛苦 但是找到了 而且有體驗了 他就堅決地相信 也要讓生活可以安定下來 也讓自己的心 在神面前也安定下來 所以他們就會很熱心地參與聚會 在教會 就是神的聖殿來敬拜神 施奉神 那這是在我們現在教會當中 很多弟兄姐妹的信仰的心路歷程 有了主耶穌 有了主耶穌 生活才安定 所以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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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大衛有神 所以祂的國家安定 沒有受敵人的騷擾 所以祂 祂想要為神建造聖殿 讓自己還有百姓 在神面前信仰被建立 在神面前信仰被建立 就指著我們弟兄姐妹 在你找到真神之後 你的信仰也要被建立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從聖經裡頭 來看到一些 我們信仰必須要被建立的 許多道理的免疫 所以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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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 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弟兄姐妹 所要學習的第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得神的恩典 讓我們的生活安定 我們的信仰就必須要建立在神的裡面 透過教會 來得到穩定的信仰生活 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 每個國家的情況也都不太一樣 有些國家是宗教自由的 你要信什麼神 國家不管你 那不太要求 要學習的事 要做事 不太要求 但是有些國家 它對宗教的限制是非常多 本台不太要求 那不太要求 有些國家 對宗教的限制是非常多 有些不同的那種 宗教思想 它是被法律禁止,不可以傳到這個地方 可是對於已經信主的人來講,它就沒有限制 因此我們信主的人,不管你在哪裡 你想要你的信仰被建立起來 那有幾件事情你是不可以缺少的 要如何在信仰上被建立起來 第一節,第一個 我們要被建立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好,我們來看約翰福音的十五章 約翰福音十五章 十五章第一節到第八節 這是耶穌講的真葡萄樹的比喻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主耶穌這樣提醒 好,我們來讀第四節一直到第五節 約翰福音十五章第四節,第五節 約翰福音十五章第四節,第五節 約翰福音十五章第四節 第四節 我選擔心,自己就不能結箔子 你們若不藏在我裡面 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藏在我裡面的 我也藏在它裡面 這人就可以多結箔子 因為你的我 就不能做什麼了 你 信主以后的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来建立我们的信仰 而我们信仰要建立的第一个就是要常常在主耶稣里面 因为耶稣说它是葡萄树 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葡萄树的枝子 枝子有连结在树上生命才能够被滋润 就像亚哥长老讲的 如果你常常亲近神,神就亲近你 这亲近就是说没有走远,没有离开,放弃不要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浪子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有两个儿子 这个比喻是记在陆家文的十五章 那这两个孩子在父的家里面 小儿子啊,他就想要离开 他说要求父亲,我该得到的你就给我吧 后来小儿子就带着户给他的一切,他就离开了 离开了家,就到遥远的地方 离开了家,就到遥远的地方 离开家之后的生活,就是放纵一切 很快的,父亲给他的全部都用完了 最后他流落到去给人家养猪 甚至三餐没有东西吃,吃猪在吃的东西 就算他想吃猪吃的东西,但是人家也不想给他 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我们来信耶稣,得到很多神的恩典 我们认为说,这是我应该得的,因为我来信耶稣了 大家都很清楚主耶稣的恩典 也都很清楚神的应许 因为没有信主以前,神的应许就是这样 来就近耶稣,可以获得平安 来就近耶稣 我们脑子重担,主耶稣帮我们承担 来就近耶稣 不管是在生活上,在属灵的生命上 我们都不断的在得到神丰盛的生命恩典 我们都不断的在得到神丰盛的生命恩典 有时候我们就认为说,这就是我应该要得到的 而主耶稣也照着祂的应许就给我们了 可是人常常在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就如同小孩子就离开了 因为有时候得了很多的祝福 反而让他很忙了 忙到没有时间祷告 忙到没有时间聚会 忙到没有时间来做圣工 人是在这里 可是心却已经远离了 这是目前存在教会当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得到很多了 可是心却远离神了 当然最后就会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就会失去了一切 如果可以回转行物过来回转 至少还可以得到神的怜悦 可是人如果没有回转归向神 我们在教会里头看到很多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就完全离开神的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也曾经软弱过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主耶稣 有人在经历过这些之后 他醒悟回转过来 他很诚诚地求天父来原谅 甚至常常慰罪忧伤 也为这个慰罪来向神祷告求神赦免 结束都可以看到神在之接纳 以后这个信仰就算是被坚定了 因为他们会知道如同耶稣讲的 因为主耶稣说 人若离开了我,他就什么也都没了 所以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 得到了神的恩典,不要轻易地离开主 得到了恩典,我们应该要在信仰上被建立起来 我们就要常常亲近神 甚至常常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永远不离开神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一直得到滋润 这个滋润才能够不断地解除果子 那这个人的生命 因为是没有离开主而不断地领受神的恩典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护就因此得荣耀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所以信仰要被建立起来 第一个就是永远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神 第二个部分,法罗也曾经提醒过我们一件事情 那这是他对提摩泰的一个教导 我们来看提摩泰前书的第二章 提摩泰前书二章 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三节 提摩泰前书二章一节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第一节到两节 使我们可以尽全端正 平安 无事的余日 这是好的 但在神面前我们旧的面前是可以变异 在使徒时代的信徒 他们的信仰环境是很多考验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环境是不信犹太人的攻击 也来自于当时国家对他们的进行 使徒时代的信仰不容易 可是在那个时代想要信耶稣 想要在信仰上被建立 保罗按着神给他的 从直奔的角度来看 他必须要去传福音 也必须要牧养主的养 有人信信书之后 保罗要负责照顾他们 养育他们 让他们在很坚困的 会充满许多操练的信仰环境当中被建立起来 而信徒要被建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祷告 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在查考十五行传二十章的内容 因为保罗面对有所教会所遇到的操练 有外在的攻击也有内部的优惠 所以他要求众长老要把主的养顾好 并且保罗也告诉大家 并且保罗也告诉大家 应当要警醒 也要昼夜无助流泪的祷告 如保罗为这些长老们祷告 是希望他们能够负起这个责任 是希望他们能够负起这个责任 把神的养顾好 保护他们的安全 让信徒的信仰被建立起来 也要这些长老学习向保罗 就要不断地为这些羊来祷告 所以为羊祷告 就是要照顾他们 希望在困难的环境 信仰被建立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 我们也常常为 所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 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在神的保守中 信仰也被建立 大家可以不离开教会 不离开神的家 不论我们在这里遇到什么样的操练 遇到什么样的考验 因为能够彼此代祷 我们在信仰上能够谨慎自己 我们才有可能被保守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 失去了谨慎的心 就很容易被世界世俗的潮流影响 失去了情形 就很容易被魔鬼的网罗网阻 所以主耶稣才告诉我们 要进行祷告 免得路人迷惑 所以保罗也是用祷告这件事情 来告诉提摩太 因为保罗自己这样做 他也希望提摩太能够照着保罗的教导 也要为很多人来祷告 所以我们念到的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 这里头讲到了几种要为他们祷告的对象 第一个是为万人 这就是指着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任何一个人 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 也还没有相信耶稣 那是为传道人要不断地为这些畏信者祷告 让他们能够明白救恩 明白神的道理 这是祷告的第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已经被建立了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已经被建立了 我们也要在福音的工作上常常为问信者来祷告 那第二个我们看第二节是为君王还有一切在位的人 这包含了国家的领导者 不管是国王或者是其他的大官 如果他们能够把国家代理得好 国家才能够免于战争 可以安定生活 那在这个国家的百姓也才可以安定生活 有安定的生活当然就会有安定的信仰环境 所以保罗说要让我们可以有尽全端正平安无私的度日 所以为国家的领导者祷告 让我们好的生活也有安定的信仰 就算国家的领导者和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但是因着祷告 我们有安定的生活和安定的信仰 这就是感谢神的地方 至少我们不用担心 我聚会会被抓起来 会被打 如果我们有没有办法 没有用到 发动过面 不需要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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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们可以安定的生活 不用担心战争 不用担心逃命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神让我们在前不在 让我们有安定的信仰 是因为神让我们 我们的政府在领导者 给给了我们一个安定的环境 让我们生活 至少比起几十年前 在十四年华营 现在国家开 當國家還沒有穩定的時候 我們老一輩在金吾寨的百姓 就有經過逃難的生活 這是年輕一輩沒辦法體會的 雖然或許有一些人對我們現在還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 可是比起二、三十年以前 我們有很多人在金吾寨的百姓 相對之下,我們已經安定了很多 我們有很多人在金吾寨的地方 我們不斷地為我們國家的領導者禱告 當我們要在信仰上被建立起來 當我們要在聖誕上被建立起來 可以很順利地來兼顧我們自己的信仰 因為我們在這裡已經有一個可以敬拜神的會堂 就是聖誕 不是像大會那個時代 有穩定的生活 但卻少了可以敬拜神的地方 當然,雖然我們在金吾寨有會堂了 可是我們其他的聖誕都還沒有自己的會堂 我們在其他聖誕的弟兄姊妹 他們的生活雖然也安定了 但是在信仰上也卻不一定會安定 如果在其他個神也都有自己的會堂可以敬拜神 那他們的信仰也可以被建立起來 這是我們從大衛想要為神建造的第一個理由當中 我們來學習 我們想要為神建造會堂的第二個原因 是因為他自己住好的地方 但是約會卻在曼子裡面 沒有一個固定的聖誕來安置神的約會 這是大衛想要為神建造聖誕的第二個理由 那確實這個事情也可以讓我們弟兄姊妹好好的想一想 每個人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房子 這個家就是我們與家人一同生活的地方 這個家因為有愛 所以家庭裡面所有的成員可以享受天倫之樂 所以家庭裡面所有的成員可以享受天倫之樂 先不管我們的家到底蓋得好或者是不好 但至少我們的家我們的房子是存在的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角度來思考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角度來思考 我們自己有家 我們的家庭有我們自己的房子 可是聖經說教會是神的家 那神的聖殿在哪裡呢 我們在今天有信徒 我們的會堂聖殿都在這裡 那我們其他的各神呢 有我們的家人 祖內的家人 可是我們的聖殿 我們的房子在哪裡呢 這個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這就是要提醒我們 當我們得了神的恩典 我們自己有好的生活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 需要為神來建造可以敬拜神 適奉神的聖殿 因為他也沒有可以 他也有特意 祝意 送過來 每天愛 得罪人公 勞拉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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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因為後來在建造聖殿的歷史裡面 雖然大衛想要為神建造 可是神沒有答應 神沒有答應的是大衛這個人來建造聖殿 不是不答應建造聖殿 所以神也是希望可以有一個聖殿 讓百姓可以來敬拜神 所以神也是希望可以有一個聖殿 讓百姓可以來敬拜神 因為神也講 因為後來神不同意 有對大衛講說 你怎麼有可能 你憑什麼可以建造 我可以居住的房子 不 因為世界外路不是神建造 而神又是靈 充門在宇宙的任何一個地方 哪有可能被限制在一個聖殿 小小的殿宇裡面 但是神允許建造聖殿 不是祂可以住在裡面 而是當這個聖殿被建造之後 祂可以成為百姓侍奉神的地方 可以讓神看到這些百姓 他們在信仰上的追求 這是神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也讓我們弟兄姊妹來做這樣的思考 大衛說他住在鄉伯木的宮中 月櫃卻在曼子裡面 如果我們有自己的家 自己的房子 那我們的會堂 我們的聖殿在哪裡 答案我們自己想 因為要不要建造會堂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不過到底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我想透過聖經的道理 我們就能夠獲得答案 那我們早上就先查討這兩個部分 談到大衛想要為神建造聖殿的理由 來做我們在現代的信徒 我們在信仰生活中的一個思考 那我們下午再來查考其他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一起唱詩葬禮神